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还真不是什么人都干得出来的事 今天节目里边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如此的丧心病狂 他遇到了问题 不是走正道想办法去解决 而是偏要走伤天害理的命 一块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三月的肖乡大地 万物复苏 生机勃发 田野上到处都是忙碌的人们 一场适时的春雨 冲刷着九夷河和陵江河 隆东的基尘和淤泥 在湖南永州稻县的甘子原乡 从宁远县奔流而来的淤江河水 给九夷河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月十九号 正是道县甘子原乡赶围的日子 上午村民们从四面八方 勇往了集市去买东西 可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在九夷河居民村段的朱家湾渡口 突然有了惊人的发现 飘浮的腿因为河水回落 被岸边的片石牢牢地卡住 一阵阵刺鼻的尸臭 让村民大事一惊 仔细一看 那里竟然是一条断裂了人体的下肢 这可是吓回来了 当天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道县公安分局在接到了报警之后 迅速组织了警力 赶往现场进行看查 在对吴鸣下肢进行了仔细看查之后 警方发现 这条左下肢长八十厘米 脚长二十二点五厘米 案发的时间应该是在两个月里面 而且尸表没有明显的标记 从这段左下肢的切割面可以推断 凶手肢解尸体的手法十分老道 看样子 他不是医师 就很可能是一名屠夫 那么根据这条腿的特征 能够大概推断出被害人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吗 随便新高的那些公司来计算 一米五七 根据那个谷歌的愈活情况 我们给他看的年龄大概就是18到25岁 这就根据那个大腿的形状 大腿的形状看到那个像个女孩 无头案 就是仅仅是一个左下肢 躯干没有 头颅没有 警方要想侦破案件 仅仅凭着这一条断裂的下肢 肯定是无法办到的 他们必须要尽快地找到其他的尸块 才能够确认尸源 以及被害人的真实身份 3月20号的清晨 民警们兵分三路 准备寻找尸源 圆河寻找尸他的尸块 圆树九里河和顺流河下 到双白水库找尸他的尸块部分 给这个所有的尸块能够找拢 都拢来 确认这个尸体是男尸还是女尸 本县的一些特殊行业 尤其是华兰 国务厅 一些晚八 可是民警们查遍了道县城内 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 以及甘子原乡的村庄 都没有发现和断裂下肢 特征相符的语性 同时在河面寻找剩余尸块的民警 搜寻了一天 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尸块 3月21号 寻找尸源的工作 再次在宁远县展开 通过查看全国尸动人员的信息系统 很快一条重要线索浮现了出来 我没有没法听力 和艾影放后 没有没法听力 和女孩子 和女母妹的国宁第四号 来管理系统 到了我们这里来放映了这个情形 1月28号失踪的贵州籍女子 李茂梅的体貌特征 和警方分析的死者特征比较吻合 李茂梅又名小梅 20岁 身高1米55 贵州省前夕县人 几年前呢 跟随姐姐李和燕 一起来到了宁远县 一个叫做爱人皇后的发廊 做洗发女 28号失踪之后 一直下落无名 要无音信 于是呢 民警以李茂梅 失踪当天的活动情况为重点 特别是她最后接触的人员 为重点的排查对象 围绕她的社会关系人 及其所在的爱人皇后发廊 开展了详细调查 他们呢 还将当天来公安局报案的 李茂梅的二姐李和燕 李茂梅的男朋友 谭先生和老乡潘燕 叫来仔细地询问情况 男朋友的放映 他在洗中间接到一个电话 接到电话 一会儿去 一会儿就不停了 和他打最后 这个电话呢 是他平时 在一个妹妹发行 做过事的 受害人被重点锁定在了 发廊妹李茂梅身上 经过走访呢 警方来解道 李茂梅失踪之前 曾经跟男朋友 盘先生在一起 而且呢 盘先生是宁园本地人 有一栋单门独库的五层楼 初步分析 这里的作案环境和条件 都极为完备 而且呢 警方在对李茂梅的通话记录 查询的时候发现 1月28号的中午12点38分 李茂梅接了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 在一开始呢 警方就怀疑 这是不是盘先生 刻意留下的烟雾弹 在没有确定凶手之前 盘先生就成了 最大的犯罪嫌疑人 而且呢 更为巧合的是 警方很快 在盘先生的家里 有了新的发现 那个楼梯啊 楼道 而且水管那些隐秘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血脂 比较兴趣 环境和条件都很完备 而且呢 盘先生的家里 还发现了新鲜的血迹 这些个细节啊 都让人越来越觉得 盘先生很可能就是凶手 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它是不是具备作案动机呢 新鲜的血迹 竟然不是人血 这预示着什么 秘密地把它取出来一做 那就不是人血 取走现今的神秘人物 究竟是谁 1月4号 有钱被取出来 3890人 临江河里的诡异 配案正在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了 如果被害人是李茂梅的话 那么他的男朋友盘先生 有一定的犯罪嫌疑 再加上呢 在盘先生的家里 发现了新鲜的血迹 这就让人感觉到 这位盘先生可能不简单 他如此心急地 帮助女朋友报警 是不是在贼喊捉贼 没想到这样的推断 很快就被推翻了 我们秘密地把它取出来一做 那就不是人血 我们就把它排去了 事实上呢 那些个新鲜的血迹 并不是人的血迹 这个是真的让民警意想不到 民警们继续查看盘家的房子 却没有找到更多价值的线索 而他们倒是在盘先生的日记里 发现了一些线索 今天是除夕夜 家人团聚 你回家过年了吗 小梅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个电话呢 如果不想跟我在一起 可以打电话跟我说 我要躲着我不见面 知道你这样做 我有多担心吗 盼望你的来电 爱你的人 在电话这头想着你 这日记的自理航店 流露出了盘先生 对女友李茂梅的思念之情 这种情感是很难伪造出来的 盘先生的杀人嫌疑 一步步地被警方排除了 而这个时候 警方抽取了李茂梅母亲的血液 做DNA检验 结果证实 无名下肢的DNA 和李茂梅母亲的DNA一致 这就说明断裂的下肢 就是李茂梅的 那么最后给李茂梅 打电话的那个神秘人物 燕子究竟是什么人 她跟李茂梅的死 又有没有联系呢 从12点38分 李茂梅外出 到1点半 手机关机 在这短短的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民警在对李茂梅工作的 爱人皇后发廊 调查的时候发现 打电话的燕子 就是死者李茂梅的老乡潘燕 潘燕原名曾珍 绰号燕子 初中文化 贵州仅平见人 潘燕只是她在 爱人皇后发廊中的画面 她承认说 当时的确给李茂梅打了电话 目的是打算归还100块钱 约好了两个人 在声援百货的门前见面 她杀了电话 当时她没人头明 她没来 没见到过她的名 对于曾珍的这种说法 警方感到十分的困惑 如果她就是杀人凶手 那么案发50多天来 她为什么没有逃跑 而且她不光没有逃跑 反倒是陪着死者的姐姐 李和燕和男友盘先生 一起去了公安机关报警 这些个看上去 都有些不符合常理 还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 李茂梅的个子 比潘燕高大 要是对方真想 加害李茂梅的话 也绝非易事 更谈不上肢解尸体和抛尸了 这个藏在幕后的元凶 究竟是谁呢 他的杀人动机 到底会是什么 警方在清理李茂梅的 个人物品的时候发现 他的钱包还在 但是银行的存折和身份证 却不知具象了 民警去银行调查的时候发现 李茂梅的存折 在他失踪的前一天 被人给挂尸了 来月四号 这个钱被取出了 3890元 那么那个取走的李茂梅 存折上3890块钱的神秘人 会是什么人呢 从江面上的无名断知 到警方确认死者李茂梅的身份 再到排除死者 难有盘先生的杀人嫌疑 民警们在不断地质疑 不断地排除 现在倒是出现了一个 关键的现实 取走李茂梅 存折上钱的这个人 很可能和他的死 有着某种观点 那么这个在银行里取款的人 究竟是谁 李茂梅的死 他的背后究竟隐藏了 什么样的阴谋 一连团的疑问 急需警方要找出答案 警方在银行调查的当天 还获得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在李茂梅的银行挂尸单上 记录的却是曾珍的手机号码 难道说曾珍 就是取走李茂梅 3890块存款的神秘人物 如果李茂梅的死 真的和曾珍有关 那么杀人的第一现场 会在哪里 警方把曾珍 就列为了案件的重点 生意对象 之后警方又了解到 和李茂梅同在 爱人皇后打工的曾珍 嫁给了宁远县棉花瓶镇的 青年刘文青 婚后两个人生有一个女儿 生活的十分的拮据 加上刘文青平时好赌成性 在外边欠了不少的赌债 这样说来 他们夫妻俩 具有合伙杀害李茂梅的犯罪动静 堪言一个人 是做不到的 要杀人 要分尸 要资改尸体 要抛尸 必须一个男的 事实上 刘文青的父亲是一个屠夫 刘文青从小就跟随父亲 学习过杀猪肢解的技巧 这样看来 这对父亲的嫌疑是陡然上升 3月23号 民警从曾珍同事的口中得知 他们夫妻俩在县城的西门街 绸房井一带租有房屋 平时很少回棉花瓶箱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详细住址 民警们只好拿着两个人的照片 到绸房井一带秘密地查找 没想到 这一找 真的很快 就在绸房井12号找到了这对夫妻 租住的房子 安东说没臭 这个人在1月的13号 租住我的房子 绝对住一个月 在1月31号 李茂梅失踪两天之后 曾珍 刘文青夫妇呢 就匆匆地搬离了出租屋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还是他们在有意躲避警方的追捕呢 杀人封尸的第一现场 终于确定 这确定 这个头颅跟那个大腿 跟现场也是 那是完全一致的 这紧密就是一个尸体 鞠躬丹背后的数字 有怎样的秘密 搞不出了一件爱情皇后 没用没法听 自供单 背面 写了3800加1 临江河里的诡异 他呀正在播出 李茂梅失踪两天之后 曾珍 刘文青夫妇 匆匆搬离了出租屋 这个举动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们的离开是试图已明 但是警方仔细勘查之后发现 这对夫妻租住的房屋在四楼 面积不足十平方米 摆放床铺和桌椅之后 就只能够容下两三个人站立 面积狭窄 而且楼下一二楼都有人居住 四桌都是住房 这和警方之前分析的杀人现场 需要独立的大房间的这种推断 是截然相反 而且这个房间里边 粗略地来看并没有可疑的血迹 难道说警方的调查又出现了偏差吗 警方这一次决定 打破常规到出租屋里再次搜寻证据 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我们只能在地上走 在地上找到 就在那个桌子底下 找到那个很小的点上 那个大概就是一两个毫米 那样的颜色比较好 而且民警们还从房屋的隐蔽处 发现了十余低 绿豆般大小的血迹 经过检验之后 他们断定 这些个都是人血 当然这间租金屋 在曾珍夫妇搬走之后的第二天 也有人续租 也不排除他人留下的可能性 这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然是不可能的 警方断案讲究的是证据 而这些血迹是不是礼貌没留下来的 比对了DNA 结果就一目了 DNA结果证实 酬房井12号出租屋里发现的血迹 正是李茂梅的 这样警方断定 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 就在酬房井12号 他们打算对曾珍刘文青夫妇实施抓捕 不晓得是 这对夫妇再次在民警们赶到之前 搬离了出租屋 从一片狼藉的房屋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有可能已经是轮风而逃了 而在这里 警方再次有了重大发现 就找到了一家爱情皇后 没用没法听 自控单背面 写了3800加100 李茂梅没去这个情 正好是3800 另外通过我们调查的就是 真正打电话由她去客 求是将房井不可签给她 为民营 纸条上详细地记录了 夫妻俩购买的物品款项 这一发现再次证明 曾珍刘文青夫妇和李茂梅被杀害有关 3月25号准备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曾珍 在道县汽车站附近的一家网吧里 被警方抓获 经过警方审讯 曾珍供认自己伙同丈夫刘文青 杀害李茂梅并肢解抛尸的犯罪事实 3月26号警方根据曾珍的供述和指认 在宁远县九一大桥下的陵江河里 将死者的头颅打到上岸 确定这个头颅跟那个大腿 跟现场也是 那是完全一致的 这基本就是一个尸体 3月30号上午 犯罪嫌疑人刘文青 在广东省惠州市落网 随着曾珍 刘文青夫妇被抓获 案件也宣告阵破 根据刘文青的指认 民警又从出租房屋附近的屋顶草丛里 提取到了作案用的手套 木棍 菜刀等等器具 一宗无头案到了这里已经结案了 但是很多的疑问依然让人无法理解 犯罪嫌疑人曾珍 为什么要如此凶残地杀死自己的好朋友呢 他们又是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 将李茂梅杀死 而且还进行了肢解的呢 原来啊 李茂梅和曾珍两个人既是老乡又是同事 关系十分的要好 信心姐妹无话不谈 所以呢 李茂梅对曾珍那是非常信任 1月18号 李茂梅给家里转了1万块钱之后 把剩余的3897块钱存款留作了私房钱 他呢还把存折和身份证 一起放到了爱人皇后发廊宿舍的包里边 而这些个情况 曾珍一清二楚 因为经济拮 曾珍和刘文青 就打起了李茂梅的主意 因为当时马上要过年了 我的丈夫他告诉我 他欠了很多赌债 他父母亲也欠了很多 有句话叫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在碰上了这么个不学无数 适度成性的丈夫之后 曾珍竟然为了保全她的丈夫 而狠下心来 和丈夫一起设计 来陷害自己的好友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首先要拿到李茂梅的积蓄 1月27号 曾珍在丈夫的怂恿之下 悄悄地把李茂梅的存折和身份证偷了出来 并且到银行里办理了挂施手续 虽然是冒充她的名字 冒充她的身份去写的挂施申请单 但是我就留了我自己的手机号码 取走了李茂梅的钱 又担心事情败露 受到法律制裁 曾珍夫妇就商量着 把李茂梅骗出来 再用人贩子把它卖到外地 这样他们合谋盗取 对方银行存折的事情 既不会被李茂梅发现 还能够脱逃警方的追查 真是两全其美 她说如果你把它叫出来 然后我把它卖到其他的 卖到我同学的手里面 让他去每个月为我们赚钱 或者一次性出手 把它卖给他的话 那我不只是得到这几千块钱 我会得到更多的一笔钱 当时你同意这个想法吗 我当时有同意把它叫出来 然后让我老公把它去卖掉 我有同意这个想法 最终夫妻俩决定 以归还打麻将的时候 索计的一百块钱为借口 把李茂梅骗到了出租屋 第二天中午 李茂梅在接到了曾珍的电话之后 赶到了出租屋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正一步步地落入 曾珍夫妇事先设计好了现场 这对夫妇本来是想把李茂梅 打晕绑起来封出口鼻 这不料李茂梅是拼死的呼救 他们在慌乱之中 直接把李茂梅给打死 人都死了 他们俩干脆一步做二不休 有杀猪经验的刘文青 把尸体迅速进行了知己 夫妻俩在一起悄悄地抛尸 做完了这一切 夫妻俩清理了原来的出租屋 又接着取走了李茂梅 存折上的三千八百九十块钱 为了掩人耳目 曾珍还装作若无其事的 仍然在之前的那个发廊上班 他们夫妻俩以为 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做的是天衣无缝 而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脱 法律的制裁 我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 我一开始就已经做错了 我开始 我害怕 我很害怕他知道 知道这个钱 是我冒充他的身份去挂尸的 我很后悔 但是我一步一步的 我没有办法控制 什么老乡之仪 好友之情 在钱财面前 曾珍和李茂梅之间的友情 那简直就是一文不值 什么叫做没办法控制 那就是因为你曾珍 根本就不想控制 你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为了给丈夫救急 那什么恶事都能干得出来 为了区区几千块钱 你竟然能够这样背信弃义 铤而走险 剥夺好友的性命 那看着都让人揪心 人在做 天在看 幸亏是法网恢恢 说而不漏 这对夫妻 必须要得到法律的严惩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凌晨时分 恐怖来电 网架勒索一针一架 三众 你小子在我手里 说让我准备十万块钱 是无知少年恶作剧 还是孩子真有险情 我现在小子 给他们小孩们 呼喽歪了钱 我得找着他 才能准备这样的真实性 瓶水相逢 他为何成了他的猎物 自学犯罪 拍案明晚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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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